富兰克林·罗斯福自传 二 走进政坛深处 五 作者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朗读者有意 五 我要让国家变换模样 三月的华盛顿春寒料巧 1933年3月4日这天是周六 我们一家驱车前往圣约翰圣公会教堂 参加一次特别的礼拜 我邀请了格罗顿公学的校长 皮伯迪博士来主持这次仪式 在走过了这么长的路 经历了这么多磨难与苦难之后 此刻我的心潮难平 望着两变花白的皮伯迪校长 那句未彻底的自由服务的校训 在耳边再次响起 仪式结束后 我回到白宫前往国会大厦 参加新总统就职仪式 四十多万华盛顿市民将国会大厦 围得水泄不通 都期盼着新总统能够给风雨萧条的国家 带来新的希望 在庄重肃穆的宣誓之后 我转身走向空旷的讲台 煞时 广场安静了下来 我认真地剖析了人民陷入苦难的根源 用坚定和自信的语气 阐述了自己曾经承诺的行动纲领 我要用这短短的十五分钟演说 让人们重新振作 相信一个崭新的时代就在眼前 事实证明我成功了 周末一天白宫就收到了五十万封祝贺信 正如旧职演说中承诺的那样 新政府打破传统 立即采取了行动 由于经济危机是被过度投机活动引起的金融危机引发的 所以我决定首先是针对金融休克症下几季猛药 于三月五日下发了总统通令 宣布全国银行休假四天 禁止黄金外汇买卖 以防银行发生挤兑潮 保护黄金储备 要求国会在三月九日召开特别会议 三月九日国会特别会议在战事危机的气氛中召开 并在几个小时内通过了刚刚赶你出来的紧急银行法 晚上八点半 法案即经总统签署生效 该法案授予总统管制信贷 通货黄金白银和外汇交易的紧急权利 为了解决银行货币的欠缺 他委托各联邦储备银行根据各银行资产发行货币 授权复兴金融公司用购买银行优先股票的办法 给他们提供流动资金 为了恢复国民对银行的信任 他规定由财政部对全国银行 采取逐个审查并颁布许可证的制度 审查合格者方给予重新开业的执照 为保护银行储备和禁制黄金外流 他授予政府以完全控制黄金动向的权利 其中包括对囤积和输出黄金的行为 实施严厉惩罚的权利 为了在新政开始的关键时刻 争取全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 3月8日我举行了第一次白宫记者招待会 在轻松和谐的家庭气氛中 我就金融情势紧急立法计划 金本位健全的货币和银行担保等问题 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 这种方式既有助于在政府和新闻界之间 架构一条良性的沟通渠道 也达到了政府通过传媒稳定民心的功效 随即财政部依据紧急银行法采取行动 对全国的银行展开检查和整顿 只有那些经审核鉴定为健全的银行 才有资格在3月13日重新开业 其余的将依据健全程度 对其进行清理、整顿、扶持、关闭或淘汰 3月10日我向议会提交了重建美国政府信用法案的提案 该法案有国会在星期六通过 3月13日我再次要求国会履行结束禁酒的诺言 修改禁酒法 一个星期后两院即通过了啤酒法案 3月16日我向国会提出了农业资文 促使众议院不加修改地通过了农业法案 4月18日我接受了经过修改的托马斯新修正案 托马斯新修正案受与总统放弃金本位置 印制纸币、铸造银币、改变美元黄金含量的权利 6月16日我又增补了农业信贷法成立了农业信贷局 3月21日我再度提出失业救济资文 国会只用八天就建立了贫民自然资源保护队 两院先后通过了直接救济拨款 并同时达到了救济计划的第三个目标 兴建公共工程 接着又通过了房主贷款法 4月10日我提醒国会成立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 一个月后签署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法 5月10日众议院以325票对76票通过了工业复兴法案 接着通过了证券法案 还通过了使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分开 由联邦保证银行存款 并设立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的格拉蒂高尔法 在这段时间里我给每一天做好了详细的安排 8点半起床 在床上用完早餐后开始阅读几份报纸 有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先驱报等 另外还要阅读好整理出的简报 10点半到总统办公室接见来自各个地方各个阶层的访客 在办公室用完午饭后 就是处理信件并选择性的回复一些信件 下午3点可能要出席内阁会议或记者招待会 下午5点如果工作结束会进行各种运动锻炼身体和放松精神 晚饭后在书房做第二天的工作计划 凌晨时分上床休息 我似乎认为自己有着无穷的精力足以应付繁重的工作 以上这段时期人们称之为百日大战 这一百天是拯救美国社会的一百天 是转变美国历史的一百天 是把美国搬上福利社会轨道的一百天 在这一百天中重新振奋了美国民族精神 使美国看到了希望 我有理由表达对自己的赞赏和敬意 实施新政的理想很美好 但现实还是很残酷 当行政官员攻击美国新政为年轻律师的瘟疫 降临到华盛顿的时候 当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使新政严重受阻的时候 当那些蛊惑家们和激进派起来争夺国家领导权的时候 新政陷入困境时 也让我明白一个道理 新政不能期望企业界合作 不能期望利益集团来负起社会责任 必须争取更为合理的收入分配 提高民众的购买力 也认识到新政不应为它所继承的制度而受到指责 于是我便下定决心继续实施新的计划 削弱控股公司势力 发动反托拉斯起诉 对大公司征收高税率税额 我决定向富人开刀 提高遗产税 征收赠予税 净收入冷禁税 紧接着我敦促国会通过了 瓦格纳法 社会保障法 税收法 银行法 签署了全国劳工关系法 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 并设立农村电计划管理局 创办非盈利合作社 我知道新政不可能一劳永逸的 医治好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的顾忌 但是它能大大缓和萧条的冲击 防止疯狂下降 而又陷入另一个苦难的幻灭的深渊 让经济慢慢从灾难性的衰退中 重新拉回到繁荣的轨道 也可以让政府的防范 能力更加的强大 荣誉不属于评论家 也不属于那些指出强者实干者的错误的聪明人 荣誉只属于那些有行动的人 属于在家境深知自己最终取得胜利的甘美 在逆境中惨遭失败 仍然奋战不息的人 1936年是大选年 我竞选连任的活动也拉开帷幕 6月10日 共和党代表大会在克里夫兰召开 胡福尔参加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 结果败给了 堪萨斯州州长埃尔弗雷德·兰登 兰登靠石油工业发家 过去曾经是西奥多的支持者 共和党推出这位来自中西部的总统候选人 就是希望他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力 争取农村地区的选票 1936年6月23日 民主党代表大会在费城召开 在全体代表口头表决后 我再次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 我的竞选搭档还是加纳 在1936年4月18日 我最好的朋友和伙伴 政治天才豪去世 豪从1912年协助我竞选纽约州参议员连任后 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是我最倚重的政治伙伴 在我遭遇危机时 豪总是鼎力相助 把我从低谷中拉出来 他死后 联邦政府所有部门都将半旗 向这位优秀的政治家致哀 对我们来说 豪不仅是好朋友还是家人 豪的妻子同意我在他的碑文上加上一行字 总统无限忠诚的朋友伙伴和顾问 这几个字是我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 虽然我已经预料到豪会离开自己 但还是受到沉重打击 很长一段时间情绪都很低沉 豪去世后 霍普金斯成为我最信赖的朋友 霍普金斯和那些高高在上的政治家不同 他天性善良 对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有着强烈的同情心 当然这也跟他过去的社会经历有关 他虽然不会在表面上随声附和我 但是我知道他心里对我无比的忠诚 1936年11月3日大选结果出来了 我以2775万票赢得了46个州 比共和党的阿尔弗雷德·兰登多出了1107万张票 这不仅是美国政党史上空前的大胜利 而且是共和党自杰弗逊总统以来败得最惨的一次 自1932年大选以来 有500万共和党选民转而拥护了新政民主党 宾夕法尼亚 特拉华 康尼迪格这些牢不可破的共和党的州 自1856年布侃南获胜以来首次转向了民主党 我几乎赢得了25万人口以上的每一个大众城市 这次大选就像是对新政举行的一次全民公投 我第一次真正地走到民众的心中 我的对手兰登也是个值得尊敬的政治家 他在争取民权 控制企业界 反对3K党等方面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从1936年再次就职到1937年的10月 我一直没有放弃司法改革 因为只有获得司法支持 才能够维护新政立法 才能够拯救民主制度 才能防止法西斯蔓延到国内 长期以来联邦最高法院成为新政史事的最大障碍 之前一直没有办法摆脱司法部门 对政府的摆布和羁绊 但我知道不能坐以待毙 我必须主动出击 否则新政将不能走远 1937年2月5日 我向国会递交司法改革法案 我在法案中提出 如同政府机关或其他行业发展过程中需要注射新鲜血液一样 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也显示法院需要新生力量 年老体衰的人无法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 也无法客观地评判新事物 如果年满70周岁的联邦法官不自动退休 总统将有权增派一名新法官协助其开展工作 按照现在联邦最高法院的情况看 需要增派六名新法官 新法官不会取代老法官 只是增加了最高法院的法官名额 这个法案一出便在全国引起了恐慌和反对 黎普曼指责我对最高法院的攻击 是在策划一场不流血的政变 这场政变是对宪法民主制生命中枢的致命打击 反对司法改革的信件像血片一样飞进国会 痛斥我是在搞独裁 总之除了新政的支持者之外 所有的人都有充足的理由反对 国会参众两院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议员们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虽然争取的过程充满重重障碍 司法改革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但是客观上的人事变动消除了新政立法障碍 我一直被束缚的手脚终于解放了 对于批判者所说的独裁 我再一次表明态度 我不具备独裁者的素质 也根本没打算成为独裁者 因为我从来没有忘记 自己是因为全体美国人的信任才走到今天 国家再强大也不能剥夺人民的权利 国家再弱小也应该保护人民的权利 保证有效的民主权利和自由 正是我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和前进的动力 国家再强大也不能剥夺人民的权利